600多人在老师指导下趴地户头 索性地震没有引起海啸 仅有两人受伤 但专家提醒未来两到三天 仍要留意更大规模的地震发生 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升温 美军首批派出的B-5舌轰炸机 已经抵达波斯湾 以因伊朗威胁 与此同时 美国海军领可号航母战斗群 也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 目标同样开往波斯湾解备 亚马逊执行长贝佐斯 最近公布一项新计划 贝佐斯强调他旗下蓝色起源火箭公司 过去三年都在进行相关研发 目标希望在五年内 让美国能够重返月球